那么在这个婆罗门教当中 有一个教授师 他对整个古代的废陀跟奥义的经典 非常通达 而且能够善巧的说法 所以在整个婆罗门教当中 对这个教授师非常的尊重 有一次这个弟子就跟这个教授师说 说老师 你在我们僧团 能够讲这么微妙的法义 非常的值得赞叹 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向 释迦摩尼佛弟子挑战 能够把他们调伏来信我们婆罗门教 那就更好 这个教授是说 这个没什么困难的 我可以跟佛多弟子智慧第一的 摄地佛尊者跟他辩论 把他折服的 这个婆罗门的弟子说 说少师 我们不要这样做 凡是有一个见识的 我们不要一向找射利 我们先找这个佛多弟子 最笨的 周利潘陀介 你把这个他辩议了 我们再慢慢的往上 慢慢的调 这个教授师说 说的有道理 好 那么这个教授师就到了这个僧团 说我要找这个周利潘陀介 辩论 身为一个阿罗汉 他内心是跟我空的真理相应 他心中无所畏惧 你跟我辩论 我就跟你辩论 那么周利潘陀介就出来 就跟这个外道的教授是辩论 那么当然这个周利潘陀介 虽然通达四地 但是他很多的阴言的假观是不清楚 所以当这个教授是用这个奥义的经典 来问候很多阴言法的时候 周利潘陀介就回答不出来 回答不出来怎么办 阿罗汉这个时候他就显神通 周利潘陀介就飞到西空当中 结佳浮奏 放大光明 现出广大的身相 这个时候外道一看 哎呀 这是一个圣人 内心生起恭敬心 但是你让我生起恭敬心 你没有把道理讲清楚 我还是不能够解除疑惑 他就静待这个周利潘陀介的开始 但是周利潘陀介就一直回答不出来 就站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这个时候 瑟利伯尊者在疗房导座 天耳摇闻 他知道这个外道的得度因人成熟了 这个时候瑟利伯尊者用神通 就跟周利潘陀介的身体就对调 他就住到了周利潘陀介的身体 那么以他的这种善知开合的辩才 就回答他的问题 结果这个教授师就非常翻识 说佛陀的弟子 这个周利潘陀介 尚且有这种识会 那其他人还得了 那么就皈依佛陀 后来这个教授是也证得阿罗汉果 所以这个瑟利伯尊者 他在僧团当中 他的定位就是经常能够去教化外道